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农夫 他到田里去种菜 摸过土壤之后没有洗手 结果梅俊就透过眼睛 鼻子侵袭大脑 使得他中风引发败血症 短短一个星期就病重身亡 许多农夫种菜经常徒手挖土 没洗手就摸摸眼睛 搓搓鼻子 千万要小心 这些都是危险动作 一名六十多岁男子 原本就有糖尿病 他种菜摸土之后 没有洗手就摸眼睛 梅俊透过了鼻黏膜侵入脑部 病发七天就死亡 他来的时候最主要的 还是一个以眼睛的疼痛为主 他最主要是抱怨说右眼疼痛 甚至他的整个眼睛 看起来会有负似 看东西不清楚的现象 就医第一天 病人的右眼模糊 断层扫描发现 眼睛里面有气泡 颈动脉被异物塞住 医师切片发现 是白梅俊感染引发败血症 病人第二天就昏迷 第三天已经非常严重 白梅俊 然后他本身呢 会容易藏在一些像水果啊 蔬菜 泥土 肥料上面的一些 一些组织里面 正常人免疫力强 可以抵抗白梅俊攻击 但是糖尿病 肝硬化 器官移植的病人 就很容易被白梅俊击倒 不可大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